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堂堂亲自游戏 今天呢我们将要给大家拆两颗小公主苏菲亚的崎岖带 先看看第一颗崎岖带 崎岖带上面有小公主苏菲亚的图案 里面呢也有小公主苏菲亚图案 这是英文版的崎岖带 是进口的崎岖带 崎岖带呢外面有一层锡纸包裹 把锡纸打开 这是一层巧克力 打开巧克力看看 里面还有什么秘密呢 哇 这个巧克力非常的硬 一下子就捏碎了 尝一尝这颗巧克力的味道 嗯 很香很甜 味道不错很好吃 再打开这颗紫色的崎岖带 看看里面有什么好玩的呢 看到了这是小公主苏菲亚的公仔 苏菲亚公主头上订了一个书本 穿了一条紫色的裙子 这是一位很可爱的小公主苏菲亚 再看看这张说明 这是奇趣蛋里可以拆到的玩具 有小公主苏菲亚的公仔 还有王子小兔子 还有公主 有很多小玩具 这面呢有小公主苏菲亚 还有兔子 还有小松鼠 还有一只小鸟 它们的一张图案 很漂亮很可爱的小公主苏菲亚哦 接下来再看看这颗苏菲亚的奇趣蛋 里面也都有小公主苏菲亚的图案 打开这层锡纸 哇这个巧克力很脆 可以轻轻的一捏就碎了 里面也有一颗紫色的奇趣蛋 打开这个奇趣蛋看看里面是什么玩具呢 先看看这个玩具 看到了这是一只小松鼠 一只透明的小松鼠 看看后面很可爱哦 非常可爱 再看看这张说明 这是苏菲亚奇趣蛋里可以拆到的各种玩具 这一面的图画呢和刚刚我们看到的那张图画都是一样的 今天呢我们在小公主苏菲亚的奇趣蛋里 拆到了一只透明松鼠公仔 还有一位可爱的小公主苏菲亚的公仔 哇他们都是很小很可爱的公仔哦 今天就给大家拆了两颗小公主苏菲亚奇趣蛋 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订阅我们哦 我们每天有公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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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